各位男性玩家期待已久的暗黑破壞神2 御火重生 终于公布将在9月24日上市啦 随时空环境不同 游戏整体质感也提升了不少 最高可支援4K解析度 以及杜比7.1环绕音效 重施后的过场动画也长达27分钟 并具有更加震撼的拧针视觉效果 呈现出现代游戏具备的高画质 如果想怀旧 也可以一键自由切换现代画质 与原版800x600解析度画面 除了画质进化 也改良了几项游戏体验 比如容量更大的储物箱 和自动拾取金币等功能 目前游戏已经展开预购 都人游戏β公开测试 也将在8月与指定游戏平台展开 届时玩家将可使用亚马逊女战士 野蛮人 圣骑士和魔法使 以及毁灭之王资料片中的德鲁伊 而死灵法师和刺客这两个职业 也会在游戏上市时开放 损了多年的私房钱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花下去啦 这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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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